好了,今集就來分享一點心得 最近都見到有留言,叫我進一隻白金大便 然後經驗值就可以加很快 然後我也進去了,順便出一集整理 希望更多人知道 可能你之前玩過PSV,但現在才購買的話 你就可以參考一下這個方法 這個,白金大便,技能 增加戰鬥時獲得的EXP 測試過了,其實就是加兩倍 兩隻是可以累積地加上去 但一定要是戰鬥才行,一定要放出來打才行 原無意外,應該三隻就可以再加上去 應該加四倍 然後說說它怎麼進去 這些好東西當然要 分享一下,是不是先做一幅社會 即任特 這隻白金大便 可以用這個齒輪獸去進化 齒輪獸 一開始有三隻東西給你選 其實一開始 如果你未玩的話 你就可以一開始直接選齒輪獸 然後好像是18級 18級之後 再有一個條件 我忘記了是什麼條件 忘記了哪個能力值 好像是防禦力 總之你18級之後基本上都可以進到 齒輪獸 如果你一開始沒有選齒輪獸 那怎麼辦呢? 不要緊 你去這個 等一下 你去找一隻叫做 01的主角 一隻叫做 咦?我放在哪裡 對了對了,年高獸 這隻 這隻 你可以去那個 一開始的迷宮 KL Level 1 可以找到這隻 泡沫獸 你掃描它 掃描它 掃描它 然後你把這個 連高獸 然後你就可以 在這裡進這個 齒輪獸 用齒輪獸 再進白金大便 這樣就沒問題了 還有有留言 也有說 後期 有些 加經驗值的道具 有個叫做 軍師USB 都可以加經驗 不過前期來說 進這一隻 進這一隻 就夠用的了 因為它18級 就進到了 OK 後期的那些 因為我未玩到後期 所以我就 或者我遲下再 再整理一個後期篇 現在這個字是前期的 前期的 好 再來就是 關於這個 才能值的問題 怎樣可以快一點 升這個才能值 才能值這裡 就有點複雜 首先講解一下 我自己試到 就是這樣 例如有年期 有年期一階段 進化做有年期二階段 就加一才能 進化成長期 就加二 OK 接著 退化 二階段退化做一階段 就加一 然後 如果你第二階段 有五級的話 就再加一 一共加二 退化 如果是十級的話 就加三 然後 十五級 我不知道它會不會再加 我就沒事了 沒有升到這麼高 OK 接著成長期 也是 退化 退化加二 五級再加一 十級再加一 加四 其實 公式 公式應該沒有不同 只不過是 它自己本身再多多一 才能 這樣 這樣 這裡最好 如果已經有兩隻白金大便 你就找兩隻白金大便 扔著一隻 幼年期 接著去選一些 不用選太難的地方 例如選KLLV3也夠了 接著扔著一隻厲害 扔著一隻厲害 然後強制打一場 其實最好就是 有全體攻擊 最好選一隻速度快 又有一招高攻的全體攻擊 這樣一來就可以 一個回合直接完場 這樣效率就會更加高 OK 然後可以看到 兩隻白金大便 三倍經驗 這裏一場 我已經可以接升到六級了 OK 然後六級 馬上回去 進一次化 馬上回去進一次化 馬上回去進一次化 現在是九 現在是九 進一次 然後是十 然後馬上退化 OK 然後再出去再打一場 然後又好像剛才那樣 重複以上的步驟 每打一場就加二才能 OK 滿呢 就一百 那就大約打五十場 五十場就升滿了 對 算快了 其實我覺得 一百才能 前期就這樣 其實我想到再快一點的方法 不過要後期一點才行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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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驗要再多一點 理論上應該可以的 經驗要再多一點 即一場如果可以直接 升到十級的話 就應該可以再快一點 譬如 滾球獸好了 如果一場可以超過十級的話 我們用幼年期第二階段 和成長期 用這兩個階段去拆 幼年期一場十級 然後你馬上進化 進化 進化做阿古 不一定阿古 隨便一隻成長期 這樣就可以加到二才能 OK 然後你馬上退化 這樣一場就可以加四 打一場馬上加四 這樣就可以快到一倍 但是我現在做不到 因為我現在 那些經驗 還未可以做到這麼多 還未可以做到一場升十級 這個我想要等到後期一點才行 因為都有留言有說 後期有些道具可以再加經驗 軍事USB 我假設加經驗的道具 就是加兩倍 保守一點 然後一隻白金大便 可以放兩格裝備 然後我計算你 有四個 兩隻 每隻放兩個 就是兩倍 兩倍 然後再加兩倍 兩倍 那一共是 十二倍 十二倍 十二倍應該可以一場升到十級 這樣一場加四 接著 二十五場 二十五場就可以 打二十五場就可以 直接 拆到一百才能 超快 二十五場 大致上就是這樣 那今天的分享 就是這樣 先 下一節就繼續回故事 就是這樣 拜拜